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专注于你及你的话语 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们 尼西米记第十章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悔改 在第九章 以色列人集体认罪悔改 并且为了表达他们真正的悔改 他们以神重新立约 然后在第十章 他们把他们立约的约束 大家一起来盖章签名 第一节 我们看带领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 神长尼西米和西底嘉 虽然圣经没有清楚说明西底嘉是谁 我们可以猜测 他是记录自约束的书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做领袖的要有原教也要有身教 凡事做榜样 不然只有一张嘴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 第二到第八节有二十一个人 他们都是祭司 第九到第十四节有十七个立位人 应该他们都是立位人的领袖 到了第十四到二十一节 就是百姓的领袖 他们都是各个自派的百姓的领袖 他们也应该起来率先做榜样 我们看到前几节提到 神长 祭司 立位人 各个自派的领袖 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 这意味着 他们最应该表率 跟做榜样 他们应该率先来盖章 愿意跟神立约 接下来就是在第二十八节 记载名字没有列在盖章的人的名单里面 包括就是圣殿服侍的五主人 他们包括祭司 立位人 首门 歌唱的 你体您 及一切离觉您帮居民 归服神立法的 并他们的妻子和你们 凡有知识 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归走的弟兄 发奏启示 表达他们也会来 遵行神借着他的不仁摩西 所颁布的律法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第九章 在他们的整个认罪 悔改立约的祷告里面 他们就再次的深刻明白 为什么会沦落到 国破家亡的地步 就是因着他们犯罪 不愿意遵守神的律法 有好的路不走 便要走困难的路 结果弄得大家灰头土脸 好不容易现在被放回来 甚至还可以重新把圣城建造起来 真的 他们不要再走回头路 所以他们就愿意跟神 好好的买立约 我们继续看第三十节 他们有一些根基律法里面 有很重要 要解决现在当下事情的规定 以色拉他们把这些规定 做了更清楚的规范 或是多了一些因应 当时带的这个需要 所做的延伸解释 三十节就是约束的第一条 最重要的也是 尼西米和以色拉 最在乎的事情 并不将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女儿 嫁给自帝的居民 也不为我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我们注意 在《出埃及记》 第34章16节的时候 神就已经透过摩西 严严的吩咐他们 将来尽弃得地 伟业之后 不要跟他们通婚 不是启示他们 而是跟他们通婚之后 以色列的儿女们 就会随从他们去拜偶像 就会离去耶和华 所以目的是谨守信仰 而不是说 对其他的民族有什么偏见 第二条 就是在第31节 跟安息日有关 以前安息日 我们不要做工 但是没有规定说 不要买别人的东西 上帝 这里说 上帝要我们专心 安息在主里面 不做其他的事 靠着主重新得利 所以呢 以色列他们就给立法 做了进一步的延伸 然后每逢七年 并不耕种 不追讨 他的言文意思就是放弃 放弃我们的田地 不耕种 让地可以安息 让他自己长出土产来 并且允许穷人 甚至野兽 可以自由地进出 你那一块 修根的田地 不仅土地安息 穷人也能得到安息 甚至上帝也照顾动物 让这个野兽 也这样的安息 享受 慷慨供应的 土地的这个土产 现在也是一样 旧约生命纪第15章 每逢七年 我们要豁免别人的债务 这样 在我们当中就没有穷人 你愿意为神 而宽恕别人 而放弃你的权利吗 神会祝福你的 第32到33节 代表立法附加的延伸 据约理摩西时代 有规定 每个20岁以上的男子 一生要兼二分之一色刻了 作为会目所用 现在他们归回了 圣殿也盖好了 城墙 城墙也建好了 他们要求 每年个人 另外再兼三分之一色刻了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我们的圣殿 的使用 属灵家里的开销 当然是神的儿女们 来承担 所以他们希望 除了二分之一色刻了 的奉献之外 大家每年都有三分之一色刻了 的奉献 好让神的家中没有缺粮 可以造成应作 第三十四节 也是一个 附加律法的应用 因为之前在圣殿里 面有一种人 叫这个 鸡变人 他们是外族人 上帝让他们在圣殿里 挑水避财 可能现在被 这个鲁归回的 这个鸡变人 已经不多 不够多 所以呢 就要求说 大家抽签 轮流去避财 供应 让神的这个 祭坛上有火 可以烧 神的店里面的需要 大家要承担 不然就应做不下去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 很好的提醒 第三十五节 初熟的果汁 初熟的收入 我们就赶快献给神 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薪水一拿到 就赶快把食欲献上 那我们就不会忘记 神希望我们把 初熟的最好的献给祂 代表感恩 知道说 我们能得到这一切 祝福跟收入 都是神的赏赐和供应 第三十六节 守身的儿子 就是代表我们全家 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并且把神所赐给我们的 一切的初熟 的最好的都先献给神 第三十七节 因为当十二支派分土地的时候 只有立卫人没有分土地 因为他们是特别专门分别出来 要服侍神的 所以他们没有产业 神是他们的产业 所以其他的支派要供应 立卫人所惜 第三十八节 即使要建筑立卫人 拿十分之一的时候 以免有弊端发生 这是一个很好的管理制度 立卫人也要起十分之一 先到主的店里 供应给主店 这个仓库 第三十九节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要让神的店有缺乏 以至于没有办法运行 这就是我们第十章的 这个 第十章的这个思想主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从尼西米第十章 学习两件事情 第一 一个国家民族 一个家庭 要认罪悔改 要从领袖开始 他们必须率先带领 率先做榜样 第二 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他们愿意以行动来表明 虽然很挣扎 他们愿意完全地改变 他们一向来所过的生活方式 求神赐福于我们 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们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